叫Lim Trey Mark 這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案子呢 是因為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開始有一些新聞出來說 我們的電子發票大概還有八成 情況是被印出來的 那只有大概一成五左右 才是儲存在影端裡的方式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 用很環保的方式講說 我們的電子發票其實是很環保的這樣 然後所以其實我就想了很多idea說 那怎麼樣可以促進大家想要去 使用雲端發票 也就是說把電子發票存成 如此化的形式這樣 那我那個時候就在PTT的Invoice 就跟大家分享一大堆奇怪idea 那其中這個idea是 被大家給最多加加的 所以我就覺得那就做得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個case 就是說我們看到自己的電子發票 大概裡面會有這樣子的內容 就是公司名稱統緣跟體項 那你就會覺得莫名其妙 我到底是去哪裡買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是蕭蕭蕭國際 我們分錢公司這樣子 大家可以刮三秒鐘猜一下 是什麼 我們猜到答案就是光男 所以你如果在月初的時候買 然後你在月底的時候 在看這個發票的時候 你會覺得莫名其妙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想要看到的是 一個使用者想要看到的是商標 就是光男大批發 這樣 所以其實我今天要做的案 就很簡單 就是我能不能做一個微服務 就是可以讓大家知道 智障發票到底是 的品牌是什麼 那還有很多其他的case 有一些更混亂就是加盟的飲料店 加盟飲料店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公司 可是其實全部都是 50來 之類的 然後八方運傑也有這樣的狀況 還有一些case是 真鮮跟定18 這兩家都叫做 真鮮股泛有限公司 可是你定18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吃了一個定18的東西 然後上面是爭鮮這樣子 然後還有精湛 我之前買的衣服是精湛的 所以發票是精湛這樣子 所以公司同便跟商標有多是多的關係 然後你有時候還要靠地址來翻斷這樣 所以我的solution 就是使用者 可以查 可以查 電子發票 然後幫自己的發票 就是說我有一個平台 然後大家可以登錄之後看自己的發票 幫自己的發票做商標的標記 那最後呢 用這些標記的結果 來訓練一個AI AI最後可以自動判斷說 這個最可能的發票商標到底是哪一個這樣子 然後我希望他的license 是CC0 1.0 universe 因為我希望 我沒有要跟其他的 那個電子發票的平台去競爭 我只希望說這個 海地兒可以一直推廣出去這樣子 最好就是連 財政部的電子發票平台 他們自己可以做這樣子的服 讓我們大家一起使用這樣子的服 我們就覺得很開心這樣子 那所以我需要的人就是 你有任何建議都可以給我 然後前端後端 然後我們還要做一個Database Skin Design 然後如果你熟悉它的API的話 那最後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其實是要訓練一個AI 然後還有一個授權條款 還蠻麻煩的 因為 你不能給人家看到別人的電子發票資訊 就是我的消費資訊不能給人家看到 這樣子的話會有些 所以你需要這樣 OK 那最後就是 就是我有一個這樣子的平台 大家可以上面去抱怨一下電子發票 多難聽 這樣子 我是小天 好謝謝大家 謝謝